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细心的朋友或许注意到 在现代城市园林化建设中 常常能看到许多五颜六色的树木 与常见的绿叶树相比 这些彩色的树木更加赏心悦目 所谓的绿化似乎也在悄悄的向彩画转变 那么这些彩叶树究竟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树呢 人们又是如何为它们塑形的 让我们一起走进彩叶树苗木的造型世界 苗木造型就是根据不同彩叶树种的生长特性和使用目的 利用培育生产出的彩叶树容器苗 或者通过直接嫁接培育生产出的各种造型苗木等产品 采用修剪盘扎等措施 对苗木的长势进行控制 把苗木培育成各种预期的优美形状 这些经过造型的树木就称为造型苗木 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彩叶树苗木造型技术 都是基于嫁接的基础上来进行的归整式苗木造型 所谓归整式造型就是将树木修剪成 球形、柱形等归整的几何形体 适用于这类造型的树种 要求枝叶茂密、萌芽力强、耐修剪、易于盘扎 下面我们先来认识两种 适合于生产彩叶树造型苗木的彩叶树树种 蜜枝红叶里 是近些年在造型苗木市场上发展比较快的一个彩叶树种 它是俄罗斯红叶里的变异提供品种 属蔷薇科、梨属植物、落叶小桥木 它的叶片呈卵形、直到卵形 蜜枝红叶里抗寒、耐寒性强 可以耐受零下35摄氏度的低温 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正常生长 作为彩叶树种 它最突出的是叶片长年维红色 可观赏性强 其中在每年的4-6月为亮红色 7-8月为淡红色 9-10月初为生红色 另外它的萌叶力也很强 耐修剪 特别适合做彩色陆梨、色块、造型苗木使用 中华金叶鱼是我国自有产权的采叶植物新品种 中华金叶鱼为鱼科、鱼鼠、白鱼的变种 它生长迅速、只条密集、耐修剪 是优良的采叶观赏树木 中华金叶鱼对寒冷、干旱气候 具有极强的适应性 可耐受零下36摄氏度的低温 在我国东北、西北地区生长良好 同时它还有很强的抗盐碱性 能在0.5%以下含盐量的盐字化土壤上生长 中华金叶鱼有很强的观赏性 在春季,金色的牙包似辣梅花绽放之头 娇艳喜人 到了夏季,它的叶片金黄亮丽 像阳光般灿烂 进入秋季,它的树冠黄绿相衬 令人精神焕发、神清气爽 中华金叶鱼桥馆皆宜 用途广泛 可培养成为各种造型描幕 在我们通常所见到的树木造型中 球形类造型可以说是最为常见的 其实球形类造型还可以分为 落地球和高干球两种造型 下面我们就先通过蜜枝红叶里 这种采叶树苗木繁育过程 来了解一下它的容器苗繁育 和落地球造型苗木的造型方法 我们知道 不论要培育任何一种造型苗木 都是要从苗木的嫁接繁育开始做起 培养这个蜜枝红叶里 那个采叶苗木呢 我们主要有两种的繁育方式 一个是通过牵查 一个是嫁接 这个通过这个牵查苗呢 就是说这个繁育呢 藏物率比较低 长势而较弱 抗性还不不强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采用嫁接 又根据不同的使用的性质 我们采用不同的枝木 但是嫁接的原则呢 必须是同格同属 我们做容器苗使用的枝木呢 一般都使用的是小套红 做这个造型苗木呢 一般我们都是用的是塞性 这两种枝木呢 是这个 它都是香土树种 所以采用能力强 所以苗里长势旺盛 而且成功力还极高 而这个鸡鱼呢 我们这个 就是说它的那个 用它的枝木呢 主要就是一个普通的树种了 刚才我们听到 专家所介绍的香土树种 就是指 在本地区天然分布的树种 或者是已经饮种多年 并且在当地 一直生长良好的 外来树种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些枝条细密 叶片颜色鲜红的苗木 就是在营养玻璃 培育出来的 蜜枝红叶里幼苗 由于它是在营养玻璃 培育出来的 可以直接带着土球移植 所以即使是进行 反季节栽植 它的成活率 也是比较高的 在我国东北地区 繁育这种蜜枝红叶里的 容器苗 一般是在每年的七月底 到八月初的时期 采用芽结法进行架结 架结前 先要选择好 适宜架结的 蜜枝红叶里的枝条 枝条最好随采随接 选择的枝条 必须是生长健壮 没有萌发侧枝 枝条要比枕木略微细一点 并且是已经形成半木质化的 一年生枝条 作为繁育容器苗用的 真木小桃红 一般要选择两年生的苗木 最好是专门为了做真木而培育的 架结点 一般是在地面以上 大约5至10厘米的位置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架结方法 就是工人们在采用芽结法进行架结 架结好了以后 就让它在地里自然生长大约15天左右 就准备一道暖棚里进行培育越冬 进烹前要先把棋做好 然后按每亩30千克的用量 适用营养成分总含量在40% 比例为28比6比6的氮磷甲复合肥 施肥后翻土15至20厘米深 把土与复合肥混合均匀 准备用作架结苗的培养用途 先把架结好的苗木带根提出 接着对这些架结苗进行修剪 先在架结点以上大约5厘米的位置 把它剪断 然后留大约8厘米长的根部 把过长的剪掉 同时也把过多的侧根剪掉 露出新长 就把翻好的石锅蛋 磷甲复合肥的营养土 装满营养波 同时在每个营养波里 植入一颗架结苗 摆放整齐 再浇一遍透水就行了 然后在五天以后 开始去掉塑料布 像这种在结芽上萌发出嫩芽的 就说明是架结成活了的架结苗 像这种在秋季移栽到营养波里 培育的架结苗 一般要培育大约七八个月的时间 一般到了来年的五月份 就可以长到四十至五十厘米高的幼苗了 这期间主要的工作是 要及时除草 防止杂草危害 发现架结苗生长期受到病痛危害 要及时进行药物防治 定期浇水 保证土壤湿润 防止干旱 提高越冬能力 容器苗一般是每年的五月份开始出谱 在这些容器苗移栽前 有一点要特别注意 这就是要从初苗前的一周开始 每天通风练苗四至五小时 使用苗逐渐适应室外环境 以提高容器苗的成活率 培育出来的容器苗一般有两个用途 一是可以直接销售 用作陆离苗木 再有就是定制培育落地球造型苗木 培育落地球造型苗木 在选择好的地块上定制时 最重要的一点是 要先确定好 要培育的苗木树冠的大小 也就是 您想把球体培育到多大时 才出谱销售 然后再来确定定制的猪具和行具 如果要培育球体大的苗木 猪行具就要大一些 否则就可以小一点 原则是 在落地球成型后 要保证每颗苗木间 有五十厘米以上的生长空间 容器苗要带着土球一概定制 深度 要保证能把土球完全埋住 定制后 要马上浇一遍透水 以保证苗木的成活 因为要培育落地球造型 所以在定制好了以后 就马上在地面以上 二十五至三十厘米的位置 进行短节 生产上也叫做打顶 目的是促使苗木蒙发更多的测枝 之后就可以随着苗木的生长 进行定期的造型修剪了 为了使球体越来越大和枝叶越来越密 我们在培育球形类苗木的时候 必须对球形类苗木的造型 进行科学的修剪 修剪时间主要集中在苗木五到八月的生长期 采用短节和打尖的修剪方法 那么在修剪过程中又有哪些诀窍呢 在修剪的同时也要考虑到 我们是在培育球形造型 要使苗木树冠向圆球形发展 所以在每次修剪时 要在心中有两条线 一条是以球冠最大直径的位置为横轴 另一条是以主干为中心位置的纵轴 并以这两条中心线为依据 进行修剪 才能保证整个球体的周正 保证树冠不会偏移 一般要培育一颗直径 大约在八十至一百厘米左右的 落地球造型苗木 从定制后开始算 大约要三年的时间 咱们看到这颗苗啊 是在一个半月以前 定制的密质红烈容器苗 我们要想把它修成一个 密质红烈的落地球 第一年的第一次修剪怎么修呢 首先让它这个自然生长达到十五十公分以后 在这个三十公分灌水里边留一个修成一个基本的修行 然后长了一段时间以后 长了二三十公分以后 我们进行第二次修剪 第二次修剪呢 留这个十到十五公分左右 如果这个苗长是要是旺盛呢 可以进行第三次修剪 它的修剪的原则呢 基本上和第二次修剪是一样的 我们在第一年还要掌握好修剪的时机和修剪强度 在这个密质红烈里啊 第一年的修剪呢 这个应该这个恰到好处的这个放大 不建议过密的修剪 一般都是等它长到二十到三十公分的时候 留十到十五公分 这个最好是能放大一点 往大点放 那么有的农户采取啥办法呢 就是说这个第一年修剪就密密点 每次除了几公分间 除了几公分间 那么在五十公分左右前就先修个六元的球了 现在看呢 就这个咱们将来啊 这个密质红里头准备达到一米以上才能收服 那么这个锯啊 就是过密是根本就没有用的 而且它这个过密啊 这个把这个枝条多次地修剪 枝条少了 一片也少了 光合作用也差了 所以反倒不利它生长 而且呢 延长了它这个出府的时间 这个第二年呢 这个密质红里头就基本上修成型了 那么我们怎么修剪呢 还是要呢 把它长到二十到三十公分的时候 在十到十五公分处修剪 一般 我们全年的修剪的次数在四到五次 在我们东北天陵地区啊 在九月上旬 最后一次修剪就结束了 另外到了第二年 我们发现有些农户 在修剪的时候反而又不敢下剪子了 到了第二年 通常是我们样的这个枝条啊 那个长到二十到三十公分的时候 然后留十到 留十多公分剪掉 这样呢 它个中段的芽啊 它这个由于它这个蒙的力强 这个牙呢也壮 所以这个 这个它长势力就非常好 而有些农户呢 才有啥办法 为了让它快速的生长呢 它就只剪掉这个小嫩尖 那么这个小嫩尖剪掉以后呢 它顶上这个牙 顶部的牙呢 由于它长势弱 这个而是长势慢 所以这个枝条的那个稀疏 反而你达不到这个效果 出腹反而慢了 效果还没有那个好 到了第三年呢 我们这个密质灰里球 就基本上罐腹就够用了 能达到一米左右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出腹了 那么我们第三年的修剪呢 跟头两年就不一样了 那么我们采用什么办法呢 等这个枝条长到十几公分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留到五公分左右 给它修剪 给它加密 然后呢 通过这个加密以后 你这个密质灰里球啊 就是说枝条就越来越密 而且新发的尖这个特别红 就是越修越密 越修越红 如果我们不想出腹的情况下 就是说还是到 长到二十到三十公分 留到十到十五公分 这样一来的球呢 就越来越放大了 同样的 如果要培育 经验于落地球造型苗木 培育方法和过程 基本上是一样的 也是要从培育容器苗开始 只是在嫁接的时候 要选择与金叶鱼同科同鼠的鱼术做真木 然后把容器苗按适宜的珠具和杭具定制好 随着苗木的生长 再进行落地球造型苗木的培育修剪 另外 培育落地球造型苗木 也可以在自己培育真木的时候 就保持有一定的珠具和杭具 这样就可以在地里直接嫁接 来培育落地球造型苗木 采用这种在地里直接嫁接的办法 一般是用插体阶的方法进行嫁接 先从地面以上五厘米的位置 把针木剪断 然后嫁接 比较细的直径在三厘米以下的针木 一般是嫁接一个接碎 直径大于三厘米以上的针木 一般要嫁接两个接碎 在球形类苗木造型中 还有一种高干球造型 也称它为独干球 与落地球造型相比 它的主干更高了 要培育这种造型苗木 同样要用嫁接法 不过首先需要根据选择的采叶树品种 培育或者购买适合的真木 在我国东北地区 培育这种高干球造型苗木 一般是在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进行嫁接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工人们利用培育好的针木 进行嫁接培育金业鱼高干球 在嫁接前 先准备好金业鱼的接碎 接碎要求木质化程度高 生长健壮 每个接碎上 至少要有三个饱满健壮的芽 先按确定好的高度 把针木剪断 然后 采用叉皮接的方法 在针木的顶端进行架接 架接时 一般也是在每颗针木上 架接两个接碎 但如果针木比较细 就可以只接一个接碎 接好后 用塑料布 把架接点关绑好 最后 再用一个塑料袋 把整个接碎套上就可以了 为了保证接碎的成活率 架接完成后 要注意及时浇水 保证土壤湿润 正常情况下 经过十几天的时间 接碎就会发芽 这期间要注意观察 在发现结碎成活 萌发出新芽以后 就要先把塑料袋 撕开一个通气口 如果看到叶片已经展开了 就可以把塑料布接下来了 然后 就像我们前面讲过的 和修剪落地球的方法一样 也是随着枝条的生长定期 进行修剪 最终把它培育成 高干球造型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造型苗木 就是用蜜枝红叶铝 和金叶鱼培育的多层造型 苗木的多层造型 是通过多层架接的方法 培育出来的 因为造型是建立在 架接的基础上的 所以架接位置的确定 是造型的关键 比如说 我们要培育金叶鱼的 多层造型苗木 就首先要根据需要 准备好与金叶鱼 同科同鼠的鱼术 作为针目 针目选择的依据是 要先确定 多层造型苗木的层数 以此来确定 针目的高度和干净 像这种大约2米高的 多层苗木 一般要选择直径 达到4厘米以上的 鱼术作为针目 目前常见的 多层造型苗木 大多是2至5层的 每层之间的间隔 也不一定是固定的 像工人们现在 架接的4层的 多层苗木 最底层至少要控制在 离地50厘米高的位置 它的最高层 一般是控制在 1.8到2米高 这个高度 主要是考虑到 人的观赏习惯 以及便于对苗木 进行修剪 造型和养护管理 至于每层的间距 则不能太小 这主要是考虑到 苗木的生长 因为每层的树冠成型后 直径至少也要达到 70厘米以上 或者更大 如果间距太小 光照就会受到限制 从而影响苗木的 正常生长 因此 培育多层造型苗木 要求每层的间距 应不低于40厘米 在我国东北地区 培育这种多层造型苗木 一般也是在 5月下旬到6月上旬 进行嫁接 嫁接前 要先把针木定制好 然后嫁接 定制针木时 也要考虑到 要培养到多大的树冠 应留足树木的生长空间 培育多层造型苗木 一般是采用 插皮接的方法 进行嫁接 在嫁接时 一般是在每个嫁接点上 接两个接碎 接好后 用饲料布捆绑好 并用塑料袋 把整个接碎套上 嫁接完成后 要注意加强管理 要及时去除 针木上蒙发出的蒙面 以免影响 接碎的正常生长 经过十几天 接碎成活发芽 到叶片展开 把塑料布 接下来以后 随着苗木的生长 进行修剪培育 多层造型的修剪方法 同样是以短节和打尖为主 目的是把每一层树冠 都修剪成 有一定厚度 大小适宜的蘑菇形 但必须要把握好的一点是 每一层树冠 都要以针木为原心 进行修剪 在修剪的时候 对向上生长的枝条 要适当地种短节 以促使萌发更多的侧枝 而对向四周生长的枝条 要适当地少剪一些 以尽快地培养出 更大的树冠 一般培育这种树冠 直径大约在70厘米左右的 多层造型 从嫁接成活后算起 大约要用两年的时间 多姿多彩的彩叶树 把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装扮得更加美丽动人 这里面的功劳 在于辛勤培育和打造 他们的园艺师傅们 希望今天的节目 能让更多喜爱 这一模模彩色的人们 了解到彩叶树背后的故事 让更多人关注 他们的造型 好了 本期《农王天地》 就是这些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查询 栏目更多的内容或信息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